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她说难看啥的 很坦诚 真的 我第一次看见许志胜 我的感受就是 当时我害怕极了 我说这是3T人打过来了吗 过分了 实话实话 笑话人不辱人 我之前一样 我给一个表 名牌特别好的表 做广告 那个表好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都买不起 你们监控那种 那个表的代言人之前 什么吴彦祖不辣的皮特 我不知道为啥找我 你们见过那种名表 那种广告吗 就是那种穿着什么西装 然后要这个样子 表要露出来一点 目视前方 所有人一看他们 哇 世界名表 我也这个样 人一看 哇 考研辅导 而且啊 你们今天看到那边 可能还看到就是 还有朱一旦老师 朱一旦老师在那边 哦 在那边 我不知道除了脱口秀 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和我们这些人比起来 他们说这是行业内卷 我说这应该是阶级矛盾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 啥是内卷 我说啥是内卷 有一次我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 坐 那狗咔坐下来了 另一个阿姨对她狗说 sit 那狗咔也坐下来了 我看着第一只 要回家学英语的狗 我一次就理解了 什么是内卷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 都不是哀怨 是不吉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后来 后来 我真的我就在想内卷的事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很早之前 鹦鹉是不用学人说话的 就是有只鸟嘚瑟 想要自我实现 他说你好 你好 他以为人类听完的反应是 这只鹦鹉真的是生物学的奇迹 其实人类的反应是 这只会说 那其他的应该也会说 一旦卷起来 都不需要人做啥 鹦鹉说人话 就出现了鸟传鸟的现象 当鹦鹉习惯了 天天得说你好的时候 又有只鹦鹉跑出来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知道其他鹦鹉 看到他有多崩溃吗 对着这只鹦鹉就骂 就你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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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会说 我说了吗 没有灯吗 还没有灯吗 现在鹦鹉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我前段时间看视频 有会说北京话的 有会说河南话的 还有会学狗叫的 我说你学这玩意干啥 我看那个鹦鹉 一会对着人说人话 一会对着狗汪汪汪 给它忙的 我说你是给它俩当翻译呢 我在想说 是不是有些动物 有特殊能力 但是人家不展示 因为人家聪明 而自为聪明的动物 活得最累 你看看那个猴 总被人翻跟头 什么骑精神 还数数 我看过一个视频 问那猴 说二加三猴 五 五加五十 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 感觉他以为 我们人类真的不会算数的 他就以为 哎呀你们人类 要是没有我怎么办呀 就觉得 哎呀 实际上我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呢 旁边还有老猴 教育小猴 哎呀你也应该 向他要好好学习 长大你也要去 北京动物园 我们一上去 就是这个标准 不用想 有人说 你说了半天 你有啥好办法 我没有办法 对吧 你们看我这个行为 通过讲一个 讽刺内卷的段子 目的是赢得一个 非常内卷比赛的胜利 无论我赢我输 其实都是内卷的胜利 当然我也给我这个行为 起了个名字 叫莫比乌斯卷 谢谢大家 我出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棉 又回来比赛了 确实啊 去年独冠之后 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也不太大 这一年呢 我就是偶尔有活 就接接活 然后 绝大部分时间呢 主要还是躺在家 看一看李月琴的综艺 还有杨丽的热搜 当然还是有些节目找我啊 然后能看出来 我就在上面就是 非常努力地展示着 自己的平平无息 所以想还是回比赛吧 正着开始比赛啊 我们今天呢 聊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我就发现好像 很多人都有一个共通病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痛苦的情绪 都是来源于别人 好 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点怎么样 你不要打到我节奏 当记住情绪 再来一个 danke 搞音乐的啊 看点击 你看 是不是 懂说唱 懂节奏 懂浮浪 玩起来了 玩起来了 我先过去了 你俩还是拍的话 赶紧先拍完 好不好 你得让我们找这个点 我们不懂 跟不上 知道吗 早知道我当初就该拉住你 告诉你不要为了工作 如此拼命 早知道就劝你多休息 多注意身体 现在就不会隔着玻璃看着你 怎么你就突然 变成了我的总经理 我们一起进的公司 你还是小老弟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你好大的差距 我却只有为你卖命的好身体 人总是产生很多情绪 因为你忍不住会和别人做对比 早知道我就不该天天待在家里 为了陪孩子 放弃事业上生气 还每天对着孩子 叫他说英语 呆地 呆地 换尿布了 呆地 果然孩子开口第一句 叫的还是他骂你 我天天叫你呆地 可不是尊重你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他明显更爱你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 无论生活中什么事情 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去和别人比 终于今天你放过了自己 因为你和他一样也当上了经历 我不用再去对比 因为我和他是平级 我当上了经历 在我最好的年纪 纪念我38 但他好像27 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有出息 因为他没有错过他的上升期 人总是不停为难自己 陷入反复和别人去比较的情绪 甚至还不知去和别人比 还和过去的自己比 明明这个高音我去年能唱上去 我怎么比不过去年那个优秀的自己 我今年还来参赛 到底是缺那根筋 肯定比不过去年的自己 我发现我们真的 好像什么都要与其他人进行对比 成绩体重升高 工作房子大小 什么都要比较 就算你得了病还要让观众投票 这个可好笑 真的没必要 与他人做比较 只会没完没了徒藏自己的烦恼 我现在就要 放弃和别人做比较 留下你们为了比较而烦恼 这样我的心态就比你们好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风 这个风 磅磅压力好吧 最后 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小诀窍 如果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说你本来也不想要 好 谢谢 欢呼吧 欢呼吧 这一集比到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当你被别人喜欢以后啊 你以后再演出 最大的笑声只有你上场那一刻 让我再享受一下 是吧 最近你知道 确实 今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说我最近搬家了 你又赚到钱了吗 原来 原来是和阳门合作 我现在一个人搬出来了 就是对 人嘛就是这样 你变好的时候 不抛弃朋友 怎么证明你变好了呢 而且我这么努力 也是为了他呀 就是为了他将来50年后 有机会跟自己的孙子 指着电视里的我说 你看 那原来可是爷爷的室友啊 但我最近就有点害怕 是我家 我发现我新家有蟑螂 你们见过蟑螂吗 太个人了 就吓得我都不敢回家 我原来和阳门合作的时候 家里也有蟑螂 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 可能是因为当你家里有一个 更割应人的东西的时候 啥呀 你呀 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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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演得好 好了 这个以上就是 我今天脱口秀的全部内容 等一下 完美结束 真的 真的 热搜我都想好了 就是杨门恩 各影人 没有 没啥段 过去这一年 我都没怎么做脱口秀 我都在录节目 你们也看到了 都是和什么 张博之啊 吴学怡啊 水蒙辰啊 你知道他们都是那种人 就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是头都特别小 你说我初来乍到的我哪知道啊 我还以为导演组偏爱我 别人都用正常镜头的时候 就给我特写镜头 我以为是想放大我的美 当时真的我都开始怀念起和陈鹿一起录节目 我说那个时候我不光头小个儿还高呢 我还是回去录脱口秀吧 只有这些演员能放大我的美 他们都只会放大我的头 太欺负人了他们 头小也就算了 还会特别多的才艺 我都不知道陈鹿节目还要才艺的 导演组说你除了脱口秀 你还会一些其他的才艺吗 我说会啊 我还会呼吸 我还在这幽默的那边博之姐 咔就倒立起来了 导演组说你看看人家 你还会啥吗 我说我还会讽刺他 你说行吗 你看他脸都变红了 要不我交给他呼吸吧 就啥也不是 除了说话啥也不会 我录节目都不是这个 我最大的困难是 我无法一整集都保持一个优雅的坐姿 经常就是我录着录着 你就看见我经纪人 在摄像机旁边对着我说 杨姐杨姐 下巴 收一下 腿 合上 No 就是跟你比比画画的一套动作 什么是 坐起来的 坐起来的 不要驼背 头发 头发弄一下 转一下 这边好看 手拿下来 不知道的 他以为杨丽是不是听力不好 不然录影的时候 为什么前面要配一位手语老师啊 最烦的就是这个 头发弄一下 头发弄一下 那我头发就是又多又密就往下掉 那能怪我吗 要怪也要怪 控油防脱能力非常好的 养元清洗发水啊 养肺发际线 让你的头发像我一样 密不可控 好了 这回真的没了 这回真的没了 你们也了解我的 我商务都念来了 我还在乎啥呢 谈恋爱吗 不谈了 这一年真的气死我了 那现在网上有种说法 说 你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要先问他一下 喜不喜欢杨丽 喜欢才能和他在一起 我当时想说 他喜欢杨丽 难道他不应该和杨丽在一起吗 你们是疯了吗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谈不成恋爱了 我好不容易有几个喜欢我的 都让你们弄走了 我就只能专心搞事业 一不小心事业 有点搞得太好了 就是 我现在不光学习了艺人的优点 我还学习了艺人的缺点 你们能想象吗 那天 前几天我竟然拿着一张海报 问我的经理人说 我说为什么我在上面的位置 这么偏 你们知道这句话有多可怕吗 我说完我都愣了 我说这竟然是我说的话 这句话太可怕 这句话就好像是那种 贪官收到的第一笔钱 浪子喝到的第一杯酒 就是一切都只是堕落的开始 我再这样下去 我就会变成那种 凡事都讲究面子 讲究排场的人 直到有一天 严重起来我连被绑架了 第一反正都不是逃走 而是问他说 你就给我准备一辆面包车吗 然后再指着旁边的杨闷说 我的咖位 他凭什么和我一起被绑架 他说 我说少废话 龐博你杨闷都在我手上 我说龐博的名字 为什么在我前面 他说你们都给我跪下 我说那我可要跪在最中间 他说我受不了你了 你信不信 我要撕票 我说撕票 那法医是不是要来拍 你等一下啊 拍吧 在这张遗照上 我要厌压所有人质 这是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我就快速地反省自己 我觉得我不想变成这样 所以以后我决定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义 如果真的是最大的努力 我也做不好的话也没关系 大家也知道 我家是有产业的嘛 我爸我妈是养猪的 所以到时候我就和我妈回去 一起养猪 别的不敢说 在那个猪圈里 我一定是头最小的吧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